你好我嗱 Yo我是 Tank 那我們直接開始今天的這個教學 隨它進到遊戲時間我們先選擇困難 並且放下前塔 那速度的部分我們就保持在一倍數 到這邊快要跳第三波的時候 理論上我們的Speed Wagon可以升到三級喔 準備跳前的時候我們 升下第三級並且在第三波一開始之後 我們就有超過一千塊了 那麼放下我們的這個 亞斯塔 同時呢接下來我們趕快把這個 跳波給關掉 然後呢 就會有多的錢 我們補上三隻亞斯塔 補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開到三倍數 OK那大家記得這個最後的時候記得把錢切回來 就是我們補上錢塔 那這邊187的部分 可能有時候可能升得上去 就升不上去 像這次這場可能就升不上去 這時候呢我們可以選擇賣一座亞斯塔之後 OK賣一座亞斯塔之後呢 我們再跳到下一波 下一波之後呢我們把這個AutoC也打開 第五波我們能完錢之後 剩下的錢呢我們要開始放一些塔 那這邊建議的話 因為我們剛有賣掉一隻亞斯塔嘛 那 我自己測試比較穩的話 是要還是要把第三隻給補回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 狂丟藍藍藍藍地上丟八隻 如果說剛剛第三波你沒有賣那一隻 亞斯塔 第五波就不用補 就是純粹是看你有沒有買 然後我們這邊盡量的補藍藍 藍藍藍補越多越好 補滿之後呢我們繼續農錢 農上去之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準備開始放我們的古拉了 那我這個打法的話是 偏 比較穩的打法就是 你照著我這個步驟走基本上是輸不了的打法 所以說我會選擇用古拉 我知道有些人現在是不用古拉打 他們會有比較快的打法 但是呢 我覺得那樣打風險很高 而且你那個配置要是一不小心配錯 因為這一關最可怕的就是這個憤怒怪 他一下暴衝了 脫離你的掌控 那可能就會 浪費一張票 所以跟著這個打法可能 會慢一點但是絕對是最穩的打法 好第七波我們古拉出來 第八波能完錢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來這個三個出口這邊放黑鬍子 先開始 把我們的怪給換住 那這邊稍微可以注意一下 其實從第九波開始 我們就開始在前面這邊放多的古拉了 那你也可以選擇後面再放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最終是要農到11波 第11波點下那個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第11波點下76k之後呢 就是我們最後的農錢 但是這之間呢 我們有多的錢我們都可以先來 升古拉 這邊 把這個76k點下去 OK 那這一場的話就 不會再動到前塔 那接著的話我們有多的錢就補過了 如果沒有多的錢的話 我會選擇在這邊 再補上兩隻黑鬍子 那這兩隻黑鬍子是為了 有些待會藍藍會提早 啟動之後 可能有些 Rage怪沒有被緩住 或是被古拉打到沒有緩住的怪 那我們就用這兩隻黑鬍子去二段緩他 不然的話 Rage怪真的很危險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其實大家看我現在就是其實動作很緩慢嘛 但是我還是選擇用一倍數 原因是因為這一個圖 如果你到這邊的時候一旦用兩倍數 你必須要確保你的古拉 升的速度要可以跟得上 你潛用的速度 如果你說你機器都潛在身上沒有用 古拉沒有即時跑出來的話到最後他其實 古拉也攔不住這些Rage怪的 非常恐怖 然後升下去之後呢就可以不用再往上升了 這時候 我選擇 把我們調到兩倍數 並且呢我這邊要快速的把這個藍藍 全部都移到中間去 並且升下來 那這個順序的步驟稍微記一下 我是選擇先升滿八隻古拉之後 才去升這個八隻藍藍的 因為我之前有嘗試先升藍藍過 想說速度會快一點 結果藍藍升完之後 然後那個 憤怒怪就不聽勸 直接撞進我家裡面 所以 最穩的打法 就是先升這個 然後呢看到有怪衝過來 我們趕快按這個倒退 雖然說剛已經死掉了 我按了有點慢 因為我在講話 那就是大家基本上 原則上就是手要扣著這個 藍藍的技能看到有怪 跑過來的時候 你在升藍藍升到裡面 看到有怪跑過來 趕快開藍藍技能把他退回去 OK 這樣升滿八隻藍藍藍都升到這個 4級之後呢 那我們這一場 就是 基本上你可以 也是一樣 手還是可以扣在這邊 因為這邊很多怪 他沒有被退過了 我們可以再退一次 再把他們都退回去 好那這已經退過了就 讓他退 多了錢你可以去補 雅斯塔 把他等級補上去 讓他殺這一怪 但是其實不用 因為這雅斯塔其實是可以把他處理光的 那我們接著就是把這個 開到三倍速 然後等待這個 新的跑進來 我們就把他傳回去 然後等古拉把Boss撞掉就可以 和多小金黃色的 讓他轉回來 結果 都算好 都算是 交召喚 點 自分補 還有 包 都算是 連人 給人 打 真的 沒有 快 好,這樣的話我們就通關了 然後呢,你就會在10分鐘左右的時間 獲得一共24包經驗包 OK,那以上呢,就是這個困難版的 這個經驗瑞的挑戰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這個通關方法學起來 然後呢,去強化自己的角色 這個打法你只要打一個月,兩個月 基本上你所有現在能用的角色 通通都是175的 那我知道還有很多其他的打法 其實都可以通關的 好,那我選擇這個方法是因為我目前測試下來 覺得這個方法是最穩的 失敗率最低,並且步驟簡單好記這樣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按讚訂閱 並且分享給身邊有在玩ROBOTS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來說很好用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區分享你的心得 我是Tank,我們下次再見 請記得第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